不少迪士尼游客在入园安检时 就发现食品不能携带入园了 而由于寄存物品需要40元 于是不少游客不是在门口赶紧把食品吃掉一样 就是只能把提前准备的零食大包小包的扔进了垃圾桶 不少游客都记得 迪士尼以前是可以带食品入园的 只要食品被拆封就可以 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 迪士尼方面称 基于持续评估乐园的各项标准 上海迪士尼乐园游客须知从昨天起进行了调整 除小型婴儿罐装食品外 其他食品不得携带入园 此外酒精饮料不得入园 非酒精饮料不得超过600毫升 乐园方面表示 关于外带食品与饮料的规定 与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主题乐园 以及迪士尼在亚洲的其他目的地一致 携带食品的游客 可以在乐园外享用自己的食品和饮料 也可以在迪士尼小镇或新园公园用餐 此外 新规还新增了在园内不得从事销售 交换物品或服务 或出于销售或交换目的 展示任何物品或服务的规定 迪士尼乐园的这样的一个新规是否合理 今天一起来和我们探讨这问题的嘉宾 是来自华文斯文堂 三月旅游学系的主任杨永教授 杨教授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